在拼招拿到一场单打胜利的这么一个愿望 2比3已经开始了 丁丁拿到了第一分 平野梅雨呢 是在世界杯之前 就与这个鄂尔多斯签约的 首轮2比3输给木子 其中第二局的木子是以19比17险胜 最终的也只是2比3输给这个木子 实力呢 也可以说是在伯仲之间 第二轮是3比1赢的车小西 而且呢是逆转 后来是第三轮 是0比3 是输给陈梦 第一局呢比较胶着 第二局第三局呢 两局都是只得到了三分 差距呢还是蛮大的 陈梦呢是国家一队的这个 准核心球员了 就是下一个周期 对非常重点培养的 所以对于这种 国评核心球员 平衍美女呢还是有差距的 而跟丁宁按理呢 也应该是差距蛮大的 但是我们在场上看到他啊 这个拼劲非常足 跟台下这个可爱的这个 做着小表情的这个小女孩的形象 完全不一样 打不过去 这个球员是表现得很无奈 对 16岁的小孩 他是00年1月份的生日 00年4月份的生日 是出生在日本的山里县 他他的父母啊 其实也是非常狂热的情况 平方球 是8比1 差距比较大 9比1了 9比1 啊 又一个幸运球 10比1 啊 又差距蛮大的 现场观众都 都笑了起来 呃 平衍美女他父母 原来是那个 祝波大学的乒乓球队的队长了 所以 从小就培养起他 爱好乒乓球的一个性情 分分钟 呃 果然如你所料啊 说分分钟就击败他们了 果然11比1 啊 比你去想的说11比2 11比3 还要夸张 还要夸张 所以呢 有一个这样一个 超级巨星的俱乐部 是多么的幸福 因为大部分的 大部分轮的比赛 很可能他都会 怎么说就是 直接取得2分 对 这样其他三场 稍微给给力啊 就可能赢啊 那我们再也不再不再 去吧 我真的想的 可以赢啊 我怎么办 你不能赢啊 那我还是想的 你能赢啊 我自己想的 你能赢啊 我自己赢啊 我自己赢啊 你赢啊 我自己赢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他之前跟他搭档女双的另外一个叫伊藤美成的 其实名气比他之前还要大 但是他就很幸运地首先拿到了世界冠军 所以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你不知道谁会赢 先冒出来 他可能球技进步 之前 哎呀 这个失误了 他之前被伊藤美成锋芒盖过 但是他也有个进修 哪怕是说闭关的这么一个经理 他在中国教练的这个帮助之下 进步很大 带他 就是刘洁 另外还有一个教练 就是两位中国教练都带过他 这几板攻势不错 先后两位中国教练 一个叫陈莉莉 一个叫刘洁 都指导过他 所以技术突飞猛进的进步 而且刘洁对他是赞誉有加 说这个小孩以后不得了 说过这些话没多久啊 果然就拿到世界冠军 哇 变成了平野美宇 宫啊 那个叮叮放高球啊 就是观众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个 哇 这球就得太漂亮了 哇 这简直可以进今天的表演赛了 太精彩了 最佳球了 哇 各种角度的调度 突然放短 哦 平野美宇 新科师姐妹冠军 用这样的精彩的表现 赢得了主场球迷的这个热情的这个加油贺彩啊 对 这场球迷也表现非常的激动 对 而且丁宁有一个球 平野美宇已经是角度调度非常大的 就是丁宁恨不得飞身去救这个球啊 而且救起来了 场面非常好看 而且平野美宇在这个进攻的时候 不但有角度的变化 还有突然又改短 他就是用变化来控制着丁宁的防守 好吧 我们也是坚持到了这个 新科师姐妹冠军的这个精彩的表现了啊 这一局比分没有拉开哦 教练指导过后果然是起到了作用 哇哦 这个攻势 犀利 知道教练 刘洁 预言过说这个小孩以后不等 哇哦 连得几分 连得几分啊 而且呢全是主动的靠自己的强势的进攻得分的 一板紧 紧着一板就是频率非常的快 我觉得现在正在看乒乓球的球迷啊 应该都把目光盯到这一场上来 抢手遇到抢手最容易激发出过季的状态了 看看丁宁能不能激发出更好的一个表现了 5比5平 5比5平 哇 应该得到这一分 又呐喊 又握拳 又跺脚 被一个16岁的小孩也是要逼出状态来了 其实 平野梅宇单打拿到世界冠军双打 其实他成绩也很好 跟着一个伊藤美成 外国运动员相反双打会先出成绩 因为单打实在是两座大山太难以逾越 所以他们会先从双打下手 非常的帅 丁宁激发出斗志来了 那双打方面和伊藤美成组合 从2014年参加国际拼联的职业巡回赛 就在德国公开赛西班牙公开赛还有总决赛当中 都获得了双打的冠军 双打方面除了世界杯呢 在今年参加这个波兰公开赛也是获得双打冠军 真的是前途不可限量 而且下个周期 就是他打东西奥运会的这个主力的希望是极大的 又是他们主场 因为福音爱结婚了就是不可能就是下一轮就不打了 下一下一届 呀 焦灼的关键时刻啊 滑球15 15 自己也是非常的 叮一叮 其实并没有灰 假装吹一吹其实就是来缓一下 哦 叫了暂停 今天要是冯天威再来再上场的话 那真的是国际化色彩好动吧 哈哈 威尔多斯方叫了暂停 对 对 对 不是 你 这边到 对 快点 好 有 改变了 9 9比7 重新回到比赛场地中来 作为乒乓记者的话 对丁宁的了解都不得 丁宁确实无论场上还是场下 都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我发现她尤其面对采访的时候 简直掏刀不绝 特别能说 好丁宁拿下一句 11比7 激发出了斗志 我看那个 在场面 在开赛前 我看你跟她在打招呼 对 比出了爱心 感觉这么暧昧 我是丁宁的迷妹子 迷妹子啊 迷姐吧 人家多小啊 那我们也是迷妹 只要是偶像然后自干 对 降低 我们都是迷妹 现场的姑娘们全是迷妹 对你看我们看现场看到很多 球迷拿着这个小叮当的这个 对 因为大家都是叮当嘛 对对对这个标 对 而且基本都是女孩 你看一眼刚过去 全是女孩 一眼刚过去全是女孩 以前追星都是打球的男的在追 对 在追男的也是女的 原来去赛场的时候 下来去找像王立琴 马林他们签名的全都是大老爷们 拿着球板的大老爷们 现在一水的小姑娘 喜欣 然后马龙 张继柯 全都是小姑娘 而且 现在乒乓球已经 因为原来 而且穿得很可爱 他们年龄应该很小 对原来追乒乓球的人 都是业余爱好者 都是真的自己打乒乓球的人 现在可能他们 当偶像在追 不会打 但就是喜欢 看着这些打扮的可可爱的小姑娘 感觉也不是爱运动的那一波 就是喜欢 就是看着打球很帅 对 就是觉得卫国真光 帅炸了龙队帅炸了 就是说这些话 就是觉得卫国真光很帅 当偶像来追了 追星 第二局的后半段呢 平野美宇还是没顶住 第三局开局 叮铃的2比0领先 哇 真的帅气 真心帅气 特别的连贯紧凑 星云流水一样 擦网 擦了 二五一 彈往之后呢 影响了定灵的判断 上球的旋转变得不可预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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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啊 雙方的节奏都很快 雙方的节奏都很快 哇 这球拉得漂亮 但是丁宁回得更漂亮 加油 丁宁吧 不但不吃 还利用起来 发球抢弓 见到高球直接上手 全场也都是在喊漂亮 发球啊 这个打的敦式的砍式发球 他自己独特的发球 而且这个球我们从这个现场看过去 这个球的旋转感特别强 感觉飞行的轨迹都有点飘忽 在练这种发球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比一般的发球要累很多 高了啊 高了之后立即被平衍维宇上手 冰冰一下子就变得被动了 就转而在忙于防守了 至于是 crit vídeo 召召召召召cedes 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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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